全 台南知名的阿霞飯店 厨房從一早就開始忙碌 新鮮的爆卵螃蟹 是招牌安靜米哥的重要食材 阿霞飯店爆發了商標權爭議 二選判決 經營實體飯店的家族第三代 吳健豪 被賠獲得網路經營權的姑姑 450萬元 我們現在是名智慧財產 王安自主辦 牆面上的老照片 創辦人和兄弟家族合照 他們共同打拼 讓阿霞飯店 在美食之都台南 占有一席之地 真相名流的劉穎 看得出來風光歷史 阿霞飯店由創辦人吳景霞 和吳地吳壽村共同開設 2009年的4月 接手的家族二代做了協議 把經營面向分為實體店面 和網路銷售 後來第三代 除了本店經營之外 也創了景霞樓 加上架設網路宣傳等 這些舉動 讓網路經營的第二代 認為違約侵權 一省認定景霞樓 會造成消費者的混淆 而二省認定 網路行銷確實侵權 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現場的經營 如果有包含客人 說他來 他要分享PO文都不行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疑慮的 消費者跟我們溝通的管道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比較大的困擾 針對我們的權益 去提出訴訟 官司二人審判決 第三代敗訴 得賠450萬決定要上訴 而第二代的網路商城低調回應 已經交由律師來處理 老字號美食餐廳的家族爭議 還沒有落幕 三例新聞網上 有注意榮 很難看